美国恐怖电影《暗魔院》 和他的姨妈一起在哥伦比亚波哥大做采访节目 而摄影师花心男正是吉尔的男友 这天大卫带着劳伦利用信用卡记录顺利的找到了女儿吉尔等人 尽管吉尔不愿回去参加他们二人的婚礼 但大卫的决定难以更改 因为吉尔等人的护照还在麦德林 众人只能先驾车前往麦德林 车窗外的雨下得很大 大卫和姨妈争执着吉尔是否可以自由的问题 突然花心男出现在最后一排 原来他也偷偷跟了过来 尽管大卫很不放心花心男 这时一辆警车从后面跟了过来 因为警官下来告诉众人 前方有落石和洪水 他们应该返回20公里回到主干道 警官走后姨妈说自己是本地人 前方是可以走的 众人驾车继续上路 突然前方涌来洪水将车冲翻 除了劳伦 大家只是受了点轻伤 暂时无事 但是车已经不能开了 姨妈知道前方有一个房子可以暂时休息 于是众人上路 到达目的地后 一位胡子头发花白的大爷出现在屋内 并且不希望大家留在这里 但大爷看到大卫怀中的吉尔后 决定让他们进来休息 大爷安顿好众人后 与大卫一起出去办事 走之前叮嘱众人不要到处转悠 但大家显然不是那么听话 大爷前脚刚走 姨妈就到处翻动 他发现这里是名叫角形山的旅馆 花心男翻开前台的账本后 发现这个旅馆最后一次登陆的旅客 是在1978年 而且这里没有电与网络 前台仅有的固定电话也是坏的 众人感觉到很奇怪 但是也没有注意 吉尔想要去上厕所 并让花心男陪着 二人兜兜转转 跑到了一个很久没有人用的卫生间 花心男留在外面 吉尔在里面上厕所 突然他听到下水道有声音 他趴在那里仔细听 发现有个女孩在喊救命 于是他马上拉着花心男 去下一层寻找女孩 这时大爷回来了 他发现花心男与吉尔不在后 很紧张 赶快去寻找他们两个 听到响声的吉尔与花心男 赶快藏在一块窗帘后 透过缝隙二人看到 弹枪和手电筒进来了 他环视周围发现没人后 拉开地毯 地毯下有一个木板 他打开木板赫然是一个地下室 这时大魏与姨妈过来了 他们安抚大爷说 二人马上就会回来 大爷跟着出去了 见众人走后 花心男与吉尔打开木板 走进了地下室 发现地下室和楼上构造差不多 但漆黑阴暗潮湿 他们发现大爷可能就住在这里 这令人不可思议 吉尔发现前面有一道结实的木门 木门被一把大铁锁锁着 突然一双手伸了出来 喊救命 吉尔被吓了一跳 木门后的女孩告诉吉尔 他叫玛丽亚 他是被大爷关起来的 花心男拿起石头砸向铁锁 决定放住女孩 突然大爷拿着散弹枪 出现在他们后面 并让他们住手 两边僵持着 大魏忽然出现在大爷身后 将他砸晕 吉尔告诉了大魏前因后果 大魏用斧子砸开了铁锁 放住了玛丽亚 大家回到地面后 大魏将大爷绑了起来 大爷用西班牙语说 玛丽亚是个恶魔 现在把他关回去 大家还有救 否则大家都会死 但大魏听不懂他的话 让刚进来的吉尔翻译 吉尔只听到一句 大家都会死 这让大魏更加气愤 姨妈决定去下面 记录这个事情 她发现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大箱子构成的 从木板看 时间已经很久了 众人各忙各的 留劳伦一个人照看玛丽亚 玛丽亚安顿好后 去厨房寻找食物 突然玛丽亚站在门外 呆滞的看着她 劳伦转身看到她后 她就跑了出去 劳伦赶紧追了上去 到二楼后将玛丽亚跟丢了 她发现一个放满洋娃娃的卧室 忽然劳伦透过镜子 发现玛丽亚在她身后 她又追了出去 玛丽亚出现在 被绑在椅子上的大爷身边 大爷不停地在那里祷告 玛丽亚说 祷告根本没用 她又自由了 另一边姨妈发现 没人照看的玛丽亚 并责怪劳伦 劳伦有苦说不出 大魏召集众人 说马上就可以 他们发现了大爷的老爷车 但马上被回来的花金男打断 他表示老爷车早就坏了 大魏不相信大爷没有其他交通工具 忽然不知何时 挣脱绳索的大爷 拿着匕首冲了进来 但还没有接近众人 就被花金男一枪打死了 阿布只能感叹 这花金男打好人打得倒挺准 大魏检查了大爷的尸体后发现 大爷冲过来之前就割腕了 就算不开枪 他也会死 没有人注意到 躲在沙发后的马利亚看着大爷的尸体笑了起来 大魏去给劳伦伤口消毒 吉尔一个人照看马利亚 马利亚用手抚摸着吉尔的胸部与大腿说 你有着健康的身体 这让吉尔很不适应 这时大魏回来了 吉尔把大魏叫到一边告诉他的疑问 吉尔认为箱子看起来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而箱子是全封闭的 那么马利亚是怎么活下来的 大魏也觉得有道理 二人决定再去大箱子那里仔细查看 另一边姨妈在厨房里找到一瓶酒正在喝 突然马利亚拿着她的手机出现在她的身后 她用手机录像 然后揭穿了姨妈与大老板有奸情并堕胎的事实 这样姨妈恨是崩溃 马利亚抚摸着姨妈的肚子 姨妈的肚子开始翻滚 仿佛胎儿还在里面 另一边 大魏和吉尔在箱子中发现了一具尸体 尸体上挂着一个项链 从线量上刻的字可以知道 这是大爷当年送给他老婆的 那么这个人就是大爷的老婆 大魏继续搜索大爷的住所 发现了一张照片 上面有三人 分别是大爷 大爷的老婆和马利亚 这让众人惊呆了 如果这是马利亚 那么她应该40岁了 这一切让众人毛骨悚然 突然楼上一声尖叫 大魏 吉尔和花心男赶快上楼 发现马利亚倒在了血泊之中 而姨妈也晕在旁边 手机被砸碎了 众人赶到这里时 姨妈已经醒了 她说还有人在这里 并且袭击了她 众人很是害怕 大魏让大家待在一起 但姨妈急切的想离开这里 她拿自己的电话 出去找网络 大魏让花心男跟着她 突然吉尔发现 窗外有一个身影 大魏从厨房 拿着刀冲了出去 一个警官突然出现在 她的身后 用枪指着她 这个警官恰好就是之前 告诉他们前方过不去的警官 警官很是紧张 一直问大爷在哪里 但大魏还是不会西班牙语 他一边安慰警官 一边寻找吉尔 吉尔给警官说了前因后果 并找到了大爷和马利亚的尸体后 警官仍然是很紧张 他用枪逼众人回到木箱中 大魏趁警官不备撞倒了他 保伦趁机冲上前去制服了警官 另一边姨妈浑身临时后 一边诱惑花心男 一边揭穿花心男 杀了很多人的秘密 花心男与姨妈接吻后 痛苦地吐了一口血 姨妈在旁边嘲笑他 花心男猛地抓住姨妈的头 撞向旁边的木棍 顿时血流满地 但姨妈却没有死 且以古怪的姿势站了起来 追问花心男 另一边被制服的警官 无可奈何地相信大魏 并向他讲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在17世纪 有一个女牧师被绞死在绞行山 30年前 大爷在刻满符号的大箱子中 发现了一个老人 并放了出来 那个女牧师没有死 也不会死 谁杀了他 他就附在神身上 当年女牧师附在了 大爷的女儿身上 于是大爷把他女儿 关在了箱子中 不能相信女牧师的任何话 女牧师知晓任何人的秘密 二人一边讲 一边走向二楼 到了二楼发现一妈一死 女牧师已附身在花心男身上 花心男已经跑到楼下 警官的车上准备离开这里 二人分头行动 大魏去保护家人 警官前去阻止花心男 他一枪击中花心男的大腿 但花心男太勇猛 警官打不过 只能回到房中 房中的大魏等人 翻找大爷收集的资料上的人名 发现警官的名字赫然在其上 质问回来的警官后才知道 警官是当年 绞死女牧师的后裔之一 女牧师就是为了杀死所有的后裔 才活到现在 警官与大魏等人分头行动 警官拖住花心男 大魏带着劳伦和吉尔逃跑 但三人刚上路不久 花心男就从后面冒了出来 经过一番搏斗 汽车差点冲进水里 搏斗中劳伦有些勇猛 他干净利落地把花心男靠在车上 三人下车 还没等到庆祝胜利的到来 汽车竟然下滑 花心男嘲笑大魏 我们等会儿见 等下来聊聊劳伦的事情 大魏慌乱中 从劳伦的手中拿到钥匙 潜入水中想要救花心男 可是已经太晚了 花心男已死 尽管劳伦奋力抵抗 牧师意识的侵略 他还是被侵占了身体 没有办法 大魏用绳子绑住了劳伦 劳伦这时候对大魏说 你亲手断了你妻子的供养 你嫌他死得太慢 这样吉尔难以接受 大魏把绑起来的劳伦扛到房中 警官了解到事情的缘由后 一起准备把劳伦抬到大箱子中 但劳伦趁机咬断了警官的脖子 又趁机挣脱了绳子 警官倒在地上开枪 却没有打到劳伦 劳伦逃走了 警官对大魏说 自己快要死了 让自己杀了劳伦 这样牧师只能附在警官身上 而警官死了 女牧师就消失了 大魏和女儿也可以活下去 看到这里 阿布顿时明白 刚开始老大爷的举动了 可惜这猪队友坑死人 老大爷白死了 达成共识后 大魏主动当幼儿 引劳伦上钩 警官悄悄躲在暗处 可是他们忘记 牧师可以知道任何秘密了 劳伦一把将暗处的警官杀死 大魏坚决不杀劳伦 劳伦就冲向吉尔 二人被逼无奈 只能躲到地下室 躲在楼下的大魏告诉女儿吉尔 你母亲那时候身体不行了 他也知道 而自己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做 这个时候大魏决定 用自己的牺牲 也要换得女儿的平安 他让吉尔躲在这里不要出去 然后一步一步引诱劳伦 跟进箱子中 大魏迟迟不开枪杀死劳伦 牧师就幻化成他前妻的模样 折磨大魏 大魏无法忍受开枪击中劳伦 正当劳伦以为计谋成功时 大魏说 你一定没猜到我现在的想法 说吧 就拿枪对着自己的头颅 准备开枪 劳伦正要阻止时 枪响了 劳伦倒在地上 却是门后的吉尔开枪打死了劳伦 然后让大魏关上门 大魏不忍关门 妇女二人痛苦地拥抱痛哭 吉尔一阵抽搐晕了过去 大魏彻底陷入悲伤 靠在木墙上流泪 突然吉尔醒过来 飞一般地冲向门外 大魏彻底陷入了愤怒 他用尽全身力气 将吉尔关在木箱内 最终大魏选择了 和老大爷一样的道路 把自己的女儿关在木箱中 自己终身守候 并且坚持寻找 让女儿回来的方法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虽然剧情和恐怖程度一般 但好在故事还算完整 好了我是阿布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